欢迎大家收听神中科 唯有你胜过一起 今天是7月29号 题目是他的忍耐 全新节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11节 耶稣就对彼得说 收都入哨吧 我父所给我的拿杯 我岂何不渴呢 内文这样说 其二因典何等金田 我罪易得赦免 我不知道你是否面对过 自己的软弱 缺陷和失败 这个是可以令人非常沮丧的经验 然而我们有必要 以我们堕落人性的真实面 来到去审视自己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们才能领悟到上帝对我们恒久的忍耐 我们对上帝的绝对需要 呈现在两个真实的层面上 例如西门彼得自以为无所不知的门徒 最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跌倒 在跟从了耶稣的三年 聆听了他的教导 并且向他学习之后 彼得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约翰福音这样说 我们看到当耶稣被犹带出卖时 彼得的反应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 就拔出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摔掉了他的犹豫 那仆人名叫 彼得真是这么顽固吗 他不是曾多次看到 耶稣所行的成绩吗 难道他不知道 耶稣就是基督吗 然而 耶稣温柔地对彼得说 收刀入哨罢 我父所吸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 后来在同一章的技术中 彼得否认了耶稣 耶稣在自己的苦难当中 内心地忍受了门徒的失败 耶稣在复活之后 找到那些失败 又有缺陷的门徒 他重新接纳了彼得 指派他去传道 当我们痛苦地面对 我们的软弱和缺点的时候 正是我们需要倚靠 相信救主的忍耐和恩典的时候 内民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再收听